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使我们的心愿全获得实现 奉耶稣的名感谢 献祝福祷告 阿们 在这时间 全能者是我们的父啊 这时候使我们得到帮助 主是我们的父 我们大家现在最不愿意做的是什么呢 在最不愿意做的事情上 我们要感恩感谢 要不然就得不到成功啊 腓立比书二章五节 主让我们存耶稣基督的心 腓立比书二章五节 我们都知道要存耶稣基督的心 如何使我们的心改换成耶稣基督的心呢 使我们内心存耶稣基督的心 而如何使我们的心改换成基督耶稣的心呢 你要告诉我如何存耶稣基督的心 这时候才是真的呀 我们最不爱做的事情是刷碗吧 然后不爱做洗衣服 我们自己吃好饭了 但是呢 我们家人一起坐在一起吃好饭 但是刷碗 做家务就不爱做 为什么爱去餐厅里吃饭 不用去刷碗了 大概在十年前 十五年前 我在欧洲的时候 那时候在德国 那时候德国 德国的家庭 如果一个月能在 一个月有一次外出 外出用餐的话 说明这个家庭比较富裕 而在美国呢 无论贫穷还是富裕 每天都在外面吃饭 为什么 因为这样方便 方便就说明 你不爱做刷碗的事情 我们人最不爱做的 就是刷碗呀 做家务 那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些的话 我们最不爱听的 就是责备声音 成功的人和失败的人的 区别在哪里 看他爱不爱听责备 爱听责备的时候能成功啊 你不爱听责备 那这时候你成功不了解 还受灾难咒诅啊 昨天也来不及 有一部分人 他们自己去吃好吃的了 有时候我们在讲话的说 他们自己 他们自己全吃光好吃的了 我们都这么讲话 但这句话里隐藏着 说明我在抱怨 是不开心的 这时候就犯了杀人罪了呀 而我们不悔改自己 犯了杀人罪这部分 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 我们不喜欢一个人 讨厌一个人的时候 已经是犯了杀人罪了 心里发出来的罪 第二个罪 第二个就有凶杀 而我们却不做悔改祷告 我们现在领悟了 回顾一下自己吧 我们在兄弟姐妹之间 在世上恶人也会讲说 要像兄弟一样有爱 但是兄弟之间都结仇结怨了 上帝让我们 你爱人要如己 爱临舍如己身 我们对自己都是很宽容啊 原谅自己也理解自己 世上的人怎么讲 像兄弟一样有爱 而大家知道 兄弟之间大部分都是结仇结怨呀 没有真实的做四阶段悔改 兄弟之间都结仇结怨了 而我们自己却不领悟 自己却不明白 上帝让我们 你爱临舍如己身 你爱人如己 要像你自己一样 爱身边的人 这才是遵守诫命 马可福音十二章 三十到三十一节 我们要爱人如己呀 那什么时候 我才能有爱人如己的心呀 夫妻之间都没有做到爱人如己 夫妻不是两个身体 看似是两个身体 夫妻是一体呀 马太福音十九章四到五节 夫妻关系不和睦的时候 彼得签书三章七节 你夫妻不和睦的时候 你的祷告都得不到应许啊 我们大家祷告 为什么得不到应许 你夫妻都不和睦 怎么能得应许呢 你成了假的教徒了 而没有地方 真实地教导你啊 为什么夫妻关系不和睦呢 不爱听责备 我们总觉得说几句话 就成了唠叨了 夫妻之间也不爱听责备 以为这是唠叨的声音 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功啊 我们最不爱做的事情 我们最不爱做的事情 就是不爱听责备 以夫所说五章十三节 我们找一下 比如说现在有人在说你 婆婆在说你 无论是谁在说你 给你责备 在上班 在工作上 你的上司说你 这时候你把这个责备当作 比蜂蜜更加甘甜的话 你就能成功了 上帝的话语全都是责备声音啊 十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三节 上帝的话语 这责备声音是比蜂蜜更加甘甜的 我们花钱去学校学习什么 学校里教导的也全都是教训 世上也在教导你 教训教训 我们说学习吃力吗 你有好的学习方法的话 你都能玩转学习啊 大家所尊敬的博士们 大家可以去询问他们 他们在讲课教导学生的时候 他要教导一些东西来 但是他自己却明白的也不多 上帝告诉我们 世上再好的学问 都是属于初等学问 在幼儿园里教导什么呀 九九八十一 就是成检法 他们觉得这很难 而我们觉得这幼儿园的东西 都是很幼稚的吧 加拉太书四章九节 世上的学问 再高的学问 仅是初等学问而已 是幼稚的 而世上的学问呢 有可变性 今天学了 明天可能就会变了 大家和我今天 都是为了成功 来到了主面前 世上无法给我们改变 在世上没有道路给我们改变命运 而全能者为我们改变这一切 创世纪十七章一节 上帝是全能的 所以能为我们医治 能为我们改变这一切 而如何获得改变呢 我们大家都希望来到主面前获得改变 来祷告 也听讲到 而世上有各样欺诈的人 世上的人给你各样的方式 结果得不到改变 我们人误会是因为心里发出来的罪 心里的心里误会的时候 人也变误会了 而我们人却不明白心里是带着罪的呀 真的是如同灭亡的处类一样 诗篇四十九篇二十节 人真如同这灭亡的处类一样 不领悟的时候 是灭亡的处类呀 为什么上帝这样讲 因为我们人都不明白自己怎么变误会了 我们为了得到好的祝福来到了主面前 你为了得祝福 那你要听受责备声音 而好多人都不爱听责备 真言九章八节 你责备一个人 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了 我们最不喜欢的 上帝说这反而是对你最好的 我们吃药 吃补品的时候 这个药很苦 但是我们也吃下去 因为这个药能医治病痛 中言刺耳 好我们来读一下 一副所述五章十三节一二 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 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 阿们 无论我们今天在做什么 去上班在工作上 我和我的家人也这么教导 我责备他 结果他就多多闪闪的 不爱听 然后多多闪闪 那他肯定不行 不成功 我再来读遍 凡是受了责备 凡是受了责备 无论是你被魔鬼听受责备 还是你被其他宗教的人 你的前辈 你的科长 或者你的下属 你的老板 是信奉别的宗教 但是他责备你了 无论谁怎么责备你 无论什么样的人责备你 这都是对我来说是有益处的 给我带来光 这世上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呀 格林多后书四章十五节 这世上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呀 有些人说总是不行 说我数十年以来 怎么还是这个模样 那这个人肯定不爱听责备 这个人宁可自己独居 宁可自己贫穷 也不爱听责备的声音 这时候自己也不平安 儿女也不顺利呀 父母不爱听责备的时候 因为你不听责备 你就不悔改呀 有一块地都没开垦 你再怎么种种子 它也长不出来 父母做悔改祷告的时候 儿女就得祝福了 我们种庄稼就知道 三年四年一直没种的庄稼 这地没开垦 没开荒的话 它就用不了 在沙漠三四年 一直下雨的话 这沙漠也变成狱土啊 这三年四年的时间 我们心里 我们心也是一样 我们做回改祷告的时候 我们能获得改变呀 为什么世上的教育制度 也是三年四年呢 耶稣来到这世上也是 传福音三年到四年半 三年半到四年时间 当然了 美国的教育制度是十二年制嘛 就四个三年 就像我们国家的小学 初中高中都加在一起了 所以在美国我一听 诶十二年级 怎么能有十二年级 十二年制的教育 义务教育 这听说责备是使我发光发亮的 有些责备好 有些责备不好吗 不是的是一切的责备 我们再读一遍吧 凡事 凡事受了责备 就被光显明出来 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 阿们 无论别人怎么说你 你在做生意的时候 做买卖的时候 做事业的时候 你被别人说一声了 听受的责备 我们都不爱听 而这个责备是反而让你发光的 比如说一大倒起来说你 骂你 你不爱听 而上帝的话语全是责备啊 是爱我们的声音 我们找一下启示录三章十九节 上帝是爱我们的 上帝是爱我们的 因为上帝爱我们 所以给我们责备 管教我们 我们有时候 被别人说一句 或者是被人说了一顿 我们以为我错了 别光说你错了 通过这个责备 你要发光啊 约瑟在三年 约瑟在 约瑟进了监狱之后 出来的时候反而是发光了 而我们呢 总爱自暴自弃 约瑟做了一家的总管呀 那他听说的责备声音少吗 他从小在父母身边长大 没做过苦活 但是他一下子被卖到 卖到别的家做仆人 他肯定也是辛苦 受累了 听受了好多责备 我们 我们 我们现在从各个国家都要领受 无论是美国伊拉克 我们不能偏向哪个国家 从那个国家 无论从美国伊拉克 我们都要有学到的地方 有学习的地方 约瑟一书五章十九节 有乌黑的地方 你是走向败坏的呀 责备的声音是让我发光发亮 多听受责备声音的人是有亮处的 而假的教会没有责备 彼得后书二章一节 光讲好听的话 假先知假师父 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六节 只讲好听的话 没有责备的声音 只讲好听的话 这都是鲁略灵魂的假的讲道啊 各路许是二章八节 上帝给他疼爱的人 又给他责罚 又给他责备 无论你祖上犯的罪 还是你自己犯的罪 你遇到什么事情了 你要做悔改祷告 我们心里发出来的罪 这都在做悔改 身体里发出来的罪 内心故意不认识上帝的罪 这些我们都做悔改 而通过别人遇到的事情呢 我们就觉得这是倒霉的事情 就不做悔改了 以为这就是倒霉了 然后就吐口痰 或者是还撒个盐 我要得到改变 我要得到改变 我要做盐 我们韩国人有个俗习习惯 就是撒盐 为什么撒盐呀 牛爱吃盐的 以前秀才做牛 结果牛吃盐的 牛吃了这个洒的盐 他就没再走 结果这个秀才就住进 住进这个酒家里面了 大家正确的学呀 别光随便模仿 我们都希望发光发亮 我们要发光发亮的 这时候才能去天国呀 污秽的人变洁净 要做真实的为人的生活呀 心里发出来的罪 我们不悔改的话 就变误会了 心里发出来的罪 你都不悔改 你怎么能做为人的生活呢 无论什么样的责备 都是让我发光发亮的 而我们最不爱听的 就是责备声音呀 而上帝告诉我们 启示录三章十九节 我们读一下 凡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他 所以你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阿们 上帝责备谁呀 是疼爱的人 上帝所疼爱的 上帝责备你 所以你不爱听上帝的话语 那你赶紧领悟 你是不爱上帝呀 上帝给他所疼爱的人 要和他在一起 所以管教你 责备你 我们有时候说 牧师责备我 师母责备我 我一定会 我一定会听 而你们不要忘了 一切的责备声音 都是让我发光发亮的 大家发光发亮的时候 儿女就发光发亮 约安一书一章五节 上帝是光 上帝要和你同在呀 上帝给他所疼爱的 责备你 管教你 这责备是什么 身体疼痛了 或者是说 我遇到一些想象以外的难题 这都是为了让我发光发亮 这不是眼前的问题 我该做的是什么 我就发热心做悔改祷告 使徒新传20章21节 我们面对上帝 只有做悔改祷告 而假的宗教 人所编造的假的宗教 从来不来到上帝面前 做悔改祷告 而上帝告诉我们 使徒新传20章21节 你面对上帝 来到上帝面前 只做悔改祷告吧 你只要洁净了 这时候上帝与你同在呀 大家和我始终说 这不行那不行 那你还在管教中 责备中 有些人总是抱怨自己的命运 怎么这么的倒霉 我为什么这一辈子 总遇到难题 你遇到难题了 你悔改了吗 哪怕从现在开始 做悔改祷告吧 我遇到难题了 我身上患了病痛 内心受到挫败 或者说你遇到了各样的难题 遇到了责罚 你做悔改祷告吧 做悔改祷告 这时候你也亮 你发光 你的儿女也发光啊 祝愿大家获得这祝福 大家都阿门嘛 而我们呢 而我们呢 总觉得 遇到难题了 就是不开心了 就想不到做悔改祷告 而上帝正确地指教于我们啊 我因什么事情 现在心里又难过了吗 我又在抱怨自己的人生了吗 因什么原因 我们又抱怨 儿女为什么不听话 你背叛了四阶段悔改 你离开了基督 这时候儿女就不听话 一起结束二章三到四节啊 这儿女分明是我害了她 我发光的时候 儿女也发光啊 我得祝福的时候 儿女千万代得祝福啊 就如此庞大的祝福啊 好些人稍微遇到一些难题 就不乐意了 从来不做悔改祷告 不懂得感恩感谢 上帝给他所疼爱的 我们爱儿女 我们就责备儿女说 你要改掉这个毛病 要不然我就 也会给儿女挨打挨骂 那我改正了 这时候就得父母的疼爱啊 那上帝给他所疼爱的 带来了问题 给你问题 是因为爱你 在这世上 我们觉得是倒霉的 而上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我们遇到难题了啊 这是因为上帝爱我 这时候我做悔改祷告 这时候我发亮 儿女也发亮 这时候病重得到医治 头脑也变聪明 命运也获得改变 给我们责备与管教 是因为爱我们 为了让我们发光发亮 所以我们要做四阶段悔改 为的是要做悔改祷告 是四阶段悔改 比如说我们洗衣服 不是 我们洗衣服 有些布料要分开洗 是很精确的洗法 这个大家知道吧 就比如说 麻布怎么洗 或者是真思怎么来洗 羊毛又怎么洗 并不是说 所有的衣服都是随便洗啊 那反而洗坏了 那一个道理 我们做悔改祷告 我们照着上帝的话语 所定下的这个奥秘 做四阶段悔改 这正是上帝的奥秘 是基督的奥秘 四阶段悔改 我们做了四阶段悔改 才有真实的悔改祷告 这时候我发光发亮 这时候得到了上帝的爱啊 我们责备儿女了 儿女听了责备声 声音之后说 妈妈我错了 我要改正 我光说改正 行为没得到改正 而我们真实的做四阶段悔改呢 上帝为我们 上帝使我们的良心复活 使我们的行为获得改变 上帝改变我们的行为啊 我们爱上帝的时候 我们能获得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爱 我们找下格林哲前书二章九节 我们始终说自己不行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教会的讲道是 责备声音越多是越好啊 提摩带后书三章十六节 上帝的话也全都是责备 而假的牧师不责备 就专门讲好听的话 就比如说这一个 这块东西 比如说这块东西生锈了 发锈了 发霉了 发霉了 我们怎么擦洗啊 肯定是擦 生锈 锈太多的话 我们可能会让它走一遍火 把这个锈块擦掉 肯定是用很大的力量去擦 炼铁场 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声音啊 悔改祷告也一样 而我们呢 光用好听的话 温柔的话语 以为这就是好的吗 那不叫悔改祷告呀 大家去焊接的地方 炼铁焊接的地方 拍打那个生锈的部位 拍得很是 强烈的拍 才能把那个锈块去掉 那朴牧师讲到 有时候很可 听着很可怕 那说明是我们生锈的地方 太严重了 而假的教徒不爱听 不爱听责备的声音的时候 只会越来越难 生活越来越不顺利 不会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啊 愿大家正确的生活呀 这个责备声音 为什么是给我带来益处的 因为是上帝的爱 上帝的爱 提摩带后书三章十六节 上帝为他所疼爱的责备他 管教他 那这时候我们要做悔改祷告 我们要发热心做悔改祷告 这是上帝的命令 这时候我的命运会的改变 使我发亮发光 我发光发亮了 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带着亮亮处 我们这时候也受充许啊 志愿大家都做发光的人 做上帝的儿女 约翰一书一章五节 上帝是光 我们信奉耶稣 我们要发亮 因为耶稣是光啊 约翰飞八章十二节 志愿大家都得祝福 时钟步行的人 他肯定不爱听责备 听了责备就不再来了 不爱听责备 这肯定是走向败坏的 听责备要感恩感谢呀 真言九章八节 你责备一个人 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了 你责备他 这人得祝福的时候 听了责备 他就立即谦卑下来 就像麦子一样 马太福音三章十二节 耶稣用这个波及扬场 真的真的信徒呢 听说责备听得越多 反而越贴近主面前 越谦卑 而假的呢 就被飞跑了 听了责备声音 你感谢了吗 为什么我的病痛 得不到医治呢 为什么我的贫穷 始终无法 无法解脱贫穷 我为什么连幸福都没有 连笑容都没有 为什么夫妻关系不和睦啊 为什么我的儿女 很是不听话 这都是谁的原因 这都是父母 父母背叛了基督啊 什么是异端 你否认主 否认基督 就是异端了 主是基督啊 马太福音16章16节 你不做四季段悔改的时候 你就否认了基督了呀 我们要发光啊 我们要做发光的人 你做发光的人 上帝给他 为爱他的人 预备了一切的祝福 所以我们这时间 开始做悔改祷告吧 不做悔改祷告的人 总有理由 犹大书一章16到19节 总有理由 不要再有理由了 我现在也像个小孩子一样 师母问我一些问题 我明明知道会被挨骂 我也会如实地说 而我们大家呢 总是用头脑来算计 用头脑来想的 这都是魔鬼的奴仆啊 苏联为什么瓦解 走向败坏了 为什么一个国家 曾经福利堂皇 结果走向败坏了 这都是因为头脑 我们韩国为什么 上帝要使用我们国家 做东方的阴啊 我们正确的领悟吧 一定要祷告 非用祷告 靠武器是赢不了的 耶和华怎么告诉我们的 撒末尔记上17章47节 战争也在上 战争也在耶和华手上 在伊拉克我也见过 尼布加尼萨军队 就是曾经亚树王 亚树军队包围了 以色列 曾经被恶所使用了之后 耶和华说不行就是不行啊 战争也是由耶和华来主宰的 军队再好 武器再好也不行 也没有用 我们国家某届总统 是在他的礼物里去世啊 这一切都是耶和华在做 不是由人来做的 我们不领悟的话 就成了没有样的处类 上帝告诉我们 他同爱的人 他给他责备和管教 所以我们 谁在说我 谁在骂我 我就要来听 听了之后 我感恩感谢 这时候是上帝的爱 这时候有奇迹的祝福 我和我的儿女 全能获得奇迹的祝福 大家都阿门吗 所以 丈夫向你唠叨吗 感谢吧 夫人向你唠叨 感谢吧 婆婆跟你唠叨吗 感谢吧 我们做四周到悔改的时候 才有感恩感谢呀 这时候使我们得这样的 一切的祝福 我们读一下 哥伦多前说 阿章九节 这时候使我们得这样的祝福 一二 如经上所记 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阿们 所以上帝告诉我们 没有责备的讲道 光听好听的话 这都是假的讲道 是哥罗西说二章八节 鲁类灵魂的假的讲道 彼得后说二章一节 你不做悔改祷告 你否认了主就是异端了 我们大家要领悟 听说责备是多么甘甜 多么好的 哪怕我们现在领悟了 我们心里顺从 然后把它改变到行为 行为上跟得上吧 谁在说大家 这都是爱我 这是上帝爱我的声音 通过这个人 上帝要爱我 所以感恩感谢 别人说你 你感恩感谢吧 不爱听责备 这都是假的教徒 我们做四季的悔改 使我们遇见主 我们不要再被欺骗了 祝愿大家的命运获得改变 使我们的儿女的命运获得改变 把一切的祝福 留给我们的后孙 把这好的祝福 留给儿女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切的责备 都是使我发光发亮的 我们做四季的悔改 使我们发光发亮吧 实在是真好的 我父啊 我们一直以来都不爱刷碗 而我们最不爱的 就是不爱听责备 而我们今天领悟了 这责备是这么的甘甜 求主使我们 求主饶恕我们 一直以来的无知 现在开始我们听受责备的时候 使我们感恩感谢 使我们能感谢感恩 上帝的话语就是一切的责备啊 求主使我们听受这责备 如同蜂蜜一样甘甜 通过做四季的悔改 使我们发光发亮 使我们的大寒冥光发亮 使整个人类发光发亮 求主使我们都做东方的鹰 把这祝福留给我们的儿孙 我们一起呼唤主啊 三场 今天 我听谁的责备了 我被谁骂了一顿吗 觉得这是委屈的吗 这一切都感恩感谢吧 我们一起呼唤主啊 三场 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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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啊 我们一直以来都错了 我们一会儿又恨又讨厌别人 求主今天使我们全都悔改出来 求主为我们改变命运 使我们发光发亮 把这一切的祝福留给儿女们 使我们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做爱国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